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则是有另外一名80岁的无姓老阿嬷 她因为她的房间外面就是高价的变电箱 常常会发出滋滋的声响 很担心这个电磁波会影响到健康 不想再住下去了 于是她想把租给女儿的台北市的房子给收回来 但是女儿不肯 结果这个阿嬷就对女儿来提告 最高法院最后认为房屋登记是在母亲的名下 因此她是有权利要回来的 判这个妈妈胜诉 变电箱高价在家门口 新北市三重一名80多岁的老妇人 平时睡在二楼卧房正好面对变电箱 时常被电磁波干扰 因此想把租给女儿位在台北市的房子 要回来住好远离噪音 电塔在这里 她每天睡觉她是滋滋滋滋 尤其下雨天 人家都跟你二十几年都住在那边 你不能说就是赖皮 房子不管就好像你借钱一样 儿子跳出来帮母亲说话 因为台北市的房子二十多年前 是以每个月一万两千元租给她 怎能不还呢 老母亲只好对簿公堂 而最高法院认为 这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 当然有要回来的权利 判女儿败诉确定得归还房屋 女儿大大喊冤说实在被告得莫名其妙 虽然老母亲说是因为噪音 因为不良渔行想搬回这里 但不管要回房产的理由是什么 母女关系已经无法回到原店 记者肖宇杰 王知青台北报道